这本书的第三部份 我们辨别灵恩运动的那灵 第一部份我们从历史的角度 知道灵恩运动四波的影响 来龙去密和对香港的影响 第二部份我们从圣经辨别 灵恩运动的神学根据 发现他们很多不合圣经真理的结论 第三部份是说 灵界临床测试的角度 去帮助灵恩的信徒 究竟他们所领受的方言的灵 各样的灵是否出于神 这部份可以说 在这本书来说最重要的一部份 因为近代的灵恩运动 由第一波开始 他们不单只传扬很多 不合圣经真理的错的道理 不单只是这些假道理 其实他所高举的 是各式各样的灵界经历 并且声称这是从圣灵而来的经历 所以当我们要处理灵恩派 灵恩运动的时候 必须从灵界 一个临床测试 灵是否出于圣灵还是邪灵 这样入手处理 但很可惜 辨别灵界经历 是今天绝大多数的 传道人、牧师和信徒所忽略的 今天我们看到基督教里面 很多的书籍 探讨灵恩运动不合真理的现象是有的 带来的反省等等都是有的 但是如果 是研究一些探讨灵界测试的实例 和一些原则 这些书籍是极少数的 所以基督教当我们整体 只是分析灵恩的现象 带来的益传和偏差 但又不懂得了解 他的灵是圣灵邪灵 结果 就会产生了很多接纳灵恩 导致很多人接受这种灵的影响 而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如果一个人只是重视灵界的经历 他如何灵验有效 超自然 但是过于圣经里面 客观的圣经真理的话 往往人会因这种 亲身奇妙的经历 开放接受了 不合乎圣经真理的偏差 慢慢这种个人经历 就在基督教的心灵里面 将圣经真理的绝对权威去改缓 灵界的经历就成为了 他内心信用的权威 这是极之危险 圣经里面有一种恩赐 叫辨别诛灵 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节 意思是 神赐给他的遗留一种分辨的能力 让人能够准确辨别灵界的工作 究竟是出于圣灵还是邪灵 圣经预言了 末世必有敌基督假先知起来 这些撒旦能力迷惑多人 所以这种辨别诛灵的恩赐 这种辨别灵界的能力 在末世显得极为重要 七年级中 我处理了二十多三十个个案 二十个案不计算再来 是真正被鬼附的个案 在我自己学习体会里面 归纳到什么叫辨别诛灵 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则 第一 辨别诛灵最基本的一种能力 就是你辨识灵界的存在 和邪灵的作为 第一 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的灵界存在 其实原来很多基督徒和教目 对灵界的存在和鬼附 是不相信不接受的 你会觉得很稀奇 因为他对圣经的真理和真实的鬼附情况 没有一个足够的探究的认识 如果你和我相信神的存在 却排除灵界和邪灵的存在 这是很不合理的一件事 耶稣的年代他都奉神的名 去赶鬼 用他的权柄去赶造很多污鬼 事实上 今天很多缺乏辨别灵界经验的教目 和殉道 很容易倾向处理一些疑似个案的时候 未经过一个灵界的测试 就将这些个案定性为精神病和压力去处理 所以在我预见的很多鬼附的求助者 很大多数是没有什么人愿意协助他们 相对来说他们都是很孤单 没有人明白的 今天有另一个极端 把很多问题很轻易地当作鬼附的处理 一些不是鬼附的都当作鬼附 这是另一个极端 结果在找我求助的信徒里面 有些人本身只不过在生命里面软弱 有时会犯罪 有时懒惰、骄傲、说大话 但在灵恩教中他们被定性为鬼附 硬说他们有那些懒惰、骄傲在他们身上 有说方的灵在他们身上 将一些不是灵界的搅扰 不是鬼附的个案当作鬼附处理 结果令受助者受更大的困扰 以至生活上更疑神疑鬼 草木皆兵 这是很可怜的 这种互乱感的倾向 原因是不理解圣经里面怎样说魔鬼的工作 圣经里面说魔鬼是什么呢 它说它是迷惑普天下人的 即是魔鬼有时是试探人生人犯罪 魔鬼有时是借着今世的风俗 引导人去敌对神 以上这些魔鬼的工作和交轨和鬼附是不同的 其实魔鬼在自然的工作里面都影响了很多人 但是鬼附那种 是特别指导一个人主动与灵界接触 以至身体某一个部分被邪灵控制了 出现了一些不由自主的情况 鬼已经处在人身上了 对属灵的事即时有抗拒反应 这才算是一些鬼附的情况 第二个程度 关于辨别诸灵 我们必须有一种能力 去辨识精神问题和不存在鬼附之间的差异 这是第二个方面 如果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有灵界的骚扰来求助 我们不能从一个主观的感觉 假定他一定是鬼附或一定不是鬼附 我们必须尋求有辨别能力和经验的人去处理 用客观的原则去测试 以至他是否真是鬼附 如果真是鬼附 我们就用圣经的原则帮他赶鬼处理 但有些是如果是精神问题的话 我们应该转介精神科 或是做一些合适的护徒 如果有极少数严谨的评估之下 同时有精神问题和鬼附 我们就相关齐下 一般言而先处理精神问题 让他精神状况理想 我们再处理鬼附的问题 在我过往里面 去学习赶鬼 去辨别灵解过程的时候 可以将来到求助的人的轻重程度 分开三种 第一种最轻微的程度 来求助的人 这种叫做疑心生暗鬼的程度 这种求助者其实他没有被鬼附 只是属于疑似的个案 其实今天很多人所谓见过鬼 或者被鬼影响 大多数属于疑心生暗鬼的情况 人看了很多的电影 或是荷里活的电影等等 令我们对鬼有一种错误的认知 以为一种比较阴暗的情况 或某一种现象就认为鬼附 其实这都不是鬼附 去辨别这些个案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源头入手 因为如果真的有灵界的影响 他必定接触灵界 在这个原因当中 如果对象从来都没有接触灵界 某一个交据的过程 我们亦需要了解 他有某一个精神压力 病理上的原因 这些疑心生暗鬼的人 很多时他们没有迷信交据的经历 未曾接触过超自然的灵界力量 例如气功、神打 请那些首仙、不仙、碟仙等等 讲谎言、冥想等等 他没有这些经历 只不过是对灵界过分的紧张害怕 或者生活上最近有一些紧张的压力 导致到 也有些人在求祭时 其实他是思觉失调 即是他很容易听到一些声音 风吹吹动 他就以为有人跟他说话 这些精神病上 认为是思觉失调的情况 我们如何测试 让他能够准确知道自己不是被鬼父 而是疑心生暗鬼 在这情况下 我们可以让他读一些圣经 一些温和的圣经 不是针对鬼父的圣经 因为如果是鬼父的话 基本上他读圣经里面 无论温和或针对鬼父的圣经 也一定邪灵会显露出来 但如果是精神 紧张的人 读圣经的温和的圣经 他是更加平静的 在国外帮助一些疑似鬼父的个案 也有些人是吸毒者 他因为服用个人的软性毒品 兵等等的毒品 让他的思想上受破坏 误解了以为有鬼父 这些都是一些疑心生暗鬼的个案 而进深一点的程度 我们可以称之为捉灵的个案 他和疑心生暗鬼有什么不同 什么叫捉灵呢 即是他曾经主动真实地与灵界接触 这是第二种程度的求助者 但他们的程度 又未至于鬼父在他们身上 即是有些人 譬如他曾经用很多方式接触灵界 无论是叠仙、不仙、守仙、练气功、 气功医病、讲方言、圣灵激祷、 印度教灌顶、浇贵、文明、通灵 各种情况下 他曾经真实地接触灵界 但当他不再接触灵界时 鬼没有住在他身上 这种叫接触灵界 我们叫捉灵的情况 捉灵的人 我们要帮助他 因为当他不进入灵界时 其实灵不是住在他身上 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反应 所以其实要测试也是不容易 我们必须在他进入方言的状态 或者接触灵回的状态 去测试 这样才能够让他了解到 原来灵是圣灵还是邪灵 因为如果我们很简单地问 灵一派的信徒 你承不承认耶稣基督 是承你六身来的 他们一定会教你他承认 因为是信徒自己 他自己有这样的信 而不是灵 捉灵者即是说 他进入一个状态 被灵影响的时候 灵才在 平时鬼不是附在他身上 所以我们要分清 捉灵其实也有某程的危险 你也应该去叛变那个灵 很可惜在过往这么多年以来 很多神的仆人 传道人牧师 去帮人做测试的时候 证实都是邪灵的 在我们的团队里面 到今天为止 从来未测试到一个 讲坊言的灵人出于圣灵 都是属于邪灵 里面的人 包括灵人派的教母 都是这样的 所以捉灵的灵未必住在他身上 不过当他进入灵界的时候 灵就在这里 我们仍然要去测试他 这种其实比较难去测试 因为他未达到鬼附的程度 鬼附的话很严重 随时一接触圣经 一接触灵界 灵已经显露出来 这种因为很微小 所以要测试的时候 也是比较难去测试 这是我们要认知的 第三类比较严重 这是鬼附的经历 是求助者里面最严重的一种 即是说 鬼已经住在他身上 跟他在一起 在他身体里面 已经有某些部分 那个人是不由自主的反应 譬如有些人 在他接触属灵的事上 一读经、一唱诗、一祈祷 身体又不由自主会移动 可以是什么部分 有时是头、眼、口、肌、手、脚、头 而身体的每一部分 这就是圣经里面 耶稣说到一些鬼 叫做瓦巴鬼 龙瓦的鬼 叫人又核又瓦的鬼等等 其实圣经中的龙瓦鬼 圣经中的瓦巴鬼 不是只为鬼本身是瓦 鬼不是瓦 而是只为鬼主在人身体里面 控制了人的口 控制了人的眼 控制了人的耳 让他失去说话、聆听的能力 这就是圣经里面的鬼附的情况 一般而言 鬼附的人比触灵的人更容易辨别 因为他的影响已到了很明显的地步 鬼附者未来求助之前 他已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他的身体已被邪灵影响 并且这些都是与灵界接触有关的 个案里面 只要一些人如果是熟鬼附的话 我们就按着圣经的原则 神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权柄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为祂赶鬼 当然我们也应该联络一些 有能力按正经原则处理的 有教目的 有经验的教目一起去帮忙 以至能够很有效地帮助这些人 第一种你要认识灵界的真实 第二你要分辨精神病 以及一些鬼附的情况 第三种辨别之灵的能力 可以说就是辨识灵界经历的灵 辨别它是哪一个 辨别它是怎样的 甚至将它赶走这种能力 这种比较尽心点的情况 如何我们能有效按着圣经 测试一个被灵影响的人 无论捉灵界的鬼附 如何测试 以下一段经文可以说 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二汉一书四章一至第三节 正经是这样说的 他说 亲我的弟兄 一切的灵不可都信 总要事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 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出来了 凡令认耶稣基督是成了欲生来的 就是出于神的 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 凡令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 这事那敌基督者的灵 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 现在已经在世上了 这种经文可以说是 辨别灵界经灵最重要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 凡是灵界经灵 寺英华一切的灵不可都信 总要事验它 意思就是 如果任何灵界经历 无论你接触灵是什么名 它有什么能力 出处是怎样都好 从这段经文里说 只有两类的灵 一类就是神的灵 一类是敌基督者的灵 真是斜灵 但是人怎样知道 我今天这个灵界经历 无论是方言也好 被鬼父也好 是否出于神的呢 这个绝对不是按那个灵 给你的感觉 你能分辨的 我们必须要 唯一的方法 按照圣经的原则 查问那个灵 是否出于神 所以圣经 劝我们 无论灵是什么都好 一切的灵不可都信 总要事业 因为这个世界里面 有极多的人 轻易地认为 只要是我亲身经历 是灵验的事 一定是美好 一定是可信的 却忽略了一种严谨的盘别 结果导致我们信仰出错 灵恩派的信徒 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有方言的经历 圣灵基督的经历 但是他们认为 体会的美好 就以为一定有可信的美好 他法案是已经真理的分辨 结果出问题 我们要很留心 很多时候 邪灵为何要负在人的身上 通常不是那个人 主动说 邪灵你负在身上 不是这样的 而通常是一种迷惑 邪灵要假冒人所愿意 接纳的身份来欺骗 有人因为拜各样的偶像 而受邪灵的影响 当你愿意信 拜个无论是观音 也好佛也好 各样的神也好 拜到一个地步 求祂指示你的时候 有人是因为这样的 那个像 邪灵开口跟祂说话 叫他受迷惑 有些人信他死了的亲人 现在回魂回来对祂说话 所以邪灵能假扮死了亲人 来影响祂 当然我们从圣经知道 人死了只有两个地方去 信了主的人 就去阿伯拉罕的环 即是乐园 未信主的人在阴间里面 等候最终审判 所以那些死了的人 说回来 其实都是假扮死人的邪灵 另外邪灵有时用光明天使的身份 圣灵 基督等等的身份 原来说有 所以圣经临后十一章十四节已经说明了 这有不足为怪的 因为连撒旦都装作光明天使 我们看到邪灵的迷惑人 绝对是要有一个你信得过的身份 你信神 祂就说是神 你信佛 祂就说是佛 你信死了亲人 祂就说是死了亲人 按圣经的真理来说 这些都不是真实的身份 只不过是邪灵的毅武 很多灵恩派的人士认为 其实我会追求圣灵 有什么理由会得到邪灵 祂不愿意做一个测试 怕自己测试的过程会洩读到 祂已经领受了圣灵 其实如果我们按圣经的教训来说 你愿意测试 那个灵界应是否出于神 绝对不会洩读圣灵 我们必须破除这种 洩读圣灵的迷思 第一 如果你去测试那个灵 其实我们不是故意去得罪圣灵 我们乃是 按着圣灵所启示的圣经教训来行事 因为刚刚我们读约翰一书的时候 司徒约翰一样说 亲爱弟兄一切的灵 你们不可都信 总要试验灵力吹神的不识 所以当我们去测试的时候 我们按着圣经去测试 有一次耶稣在海面上行走 夜晚四更天的时候 门徒在风浪之中挖船 隐约见到一个人在海面上行走过来 他以为是鬼 他以为耶稣就是鬼 主有没有责给他们 你舍读我 你舍读圣灵 耶稣有没有责给他们 是没有的 耶稣就是说 是我不要怕 他就去到船上安慰门徒 为什么耶稣没有责给他们 你舍读我 我是神 你说我是鬼 舍读我 因为耶稣很明白 门徒当时在最黑暗的环境下 看错而已 所以今天在末世这个年代 即便我们去试验灵恩派里面的人 如果试验出来 他真的是圣灵 其实主也会原谅我们 在这个末世的里面 这个黑暗的环境 很多邪灵的艺务 主也绝对不会怪责我们 可况今天为止 我们的团队 还未试验出一个出于圣灵 还有 一个真心信主 重新得救的基督徒 圣灵住在他里面 圣灵已经保守 他不会犯了今世来世都不得赦免的罪 否则圣灵就像失责一样 养我们得不到救恩 保守不了我们一样 圣经讲试验灵的罪 只是针对未信耶稣的法利赛人 他们心中没有圣灵 他们一直去否认 那个为耶稣作见证的圣灵 这样才是法试验灵的罪 这是第一个原则 一切的灵不可信 从约翰一书以来 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 要辨别朱灵 辨别灵的时候 约翰一书四章二三节 他说 凡灵认耶稣基督是乘欲生的 就是出于神 凡灵不认耶稣 就不是出于神 你留意这个经文的说法 不是问那个人认不认耶稣 他说凡灵认不认耶稣是出于神 所以我们试验的对象 不是求助者的本身 而是求助者身上 给他有经历的那个灵 我们要测试那个灵 所以我们要知道 刚才我们也说过 鬼父的人比触灵的人更加严重 不过从测试的角度来说 触灵是比鬼父的情况更加难地试验 因为他的病征不是严重的轻微 更加难诊断 触灵的现象最难测试是什么呢 应该属于方言的人 圣经明说 涉害是一个最小的器官 方言的灵 不控制你全人任何一部分 只是控制你 当你进入广方言的状态 当你进入广方言的状态 你便不由自主地移动 而广方言的人 往往都是先入为主地认为 那个灵就是圣灵 很少有人带着勇气 按着圣经原则 愿意配合你做测试 而按着这个原则 我们测试的是灵 而不是人 如何测试广方言的人 当他请求助者来的时候 我们必先请他进入广方言的状态 当他的舌头开始运动 发出他平时广方言的泄音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个情况之下 一些有经验的测试者 和这个本人本身 在这个舌头被灵控制的状态之下 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去查问这个在说方言的灵 命令他在控制舌头的灵 立刻回答 这样才能参照 如果求助者本身 他不是在说方言 其实是在说方言 因为是人自己回答 不是在说灵 另外如果求助者本身 因为他在先入为主 觉得那是圣灵 很想证明自己 那是圣灵的位置 他在说方言的时候 查问他停下来 他自己回答 这个是圣灵 我承认耶稣 这样也不算是 因为我们要测试那个灵 不是测试那个人 有时我们如果是帮助的对象 如果他这种 自己心理的倾向越强 他越想证明自己就是 那就越难了测试 如果你帮助对象 是灵恩派的传代 或者是灵族 因为他基本上 他整个生活 他的工作 都是在做这件事 他很想证明他出现圣灵 所以自己的心理影响更大 还有第三个原则 从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 二二三节 他有说到查问的内容是什么 不但一定要查问 不但要灵的答 他说的查问的内容就是 凡灵认耶稣基督是 成你欲生来的呢? 这句话 就能够让邪灵 去显露答案出来 为什么呢? 其实耶稣钉十字架 耶稣道成欲生来这个世界 是人都知道的 魔鬼都知道的 不过魔鬼不愿意承认 耶稣道成欲生来这个世界 因为如果他承认的话 就代表他承认了他自己的失败 但我们有时要留心 当你用这个标准查问去查的时候 有时有些邪灵是很诡诈的 有时他不直接回答你 我不承认 他只是在一个求助者的心灵里面 跟你说我不承认 很实声地说 求助者自己得到这个答案 其实他已经回答了 但不愿意在那个查问者的面前掩露出来 会回避 他不回答的意思是代表灵 他在这里控制一个人 不过他回避圣经的查问 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叛变 以免我们判错了 除了以上的标准查问之外 我们查问灵的时候 有时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明明那个灵说出他的名字 他有多少的数量 他何时进入这个人的身体里面 他懂不懂耶稣的身份 这个正如主耶稣去处理 格拉森那个被鬼附的人 他问他叫什么名字 也叫群 因为他们多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可以掌握到灵的一些状况 原来邪灵有时控制人的能力很弱 他用口答不了 不过他用一只手 用当事人的手写出的答案出来 所以除了口头的方式查文 我们可以用指和笔 要他用文字的方式去查文 特别是对一些 口被邪灵控制了的人 邪灵不肯开过口 你就可以用笔去回答 在我们过往里面 用笔回答这种方式 其实是很有智慧的方式 因为当你奉耶稣基督命 命令给灵控制的人 用笔回答 当他一写出来的时候 那个求祖子本身就会很惊讶 他从来都没试过 一只手给邪灵控制写一些东西 他写到一些东西 他自己就很清楚 其实有另一个灵在他里面 并且有时 邪灵就运用他的手 就写出他的名字 他的数目 一些的答案 比他掌握更多 以至我们赶鬼上更加有效 所以有时用笔回答 让当事人更清楚 灵界的影响力去到哪里 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